观众朋友们 晚安感谢你准时收看 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立委王宏威 翟轩好 大家好 立委高嘉宇 家父亲节快乐 资深媒体人陈慧文 当然平安 好 我们看看 赖清德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讲话上的转变 昨天他接受了 有台节目正知道了的专访 他有提到 当初他2019年之所以 出来挑战蔡英文参加初选 在我们那个时空的记忆里面 都是觉得说蔡英文 他认为蔡英文做得没有自己好 可是他现在最新的讲法是 是因为习近平 是因为习近平的关系 他才要出来参加党的初选 让我们觉得 这怎么跟我们记忆中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 他就说2019年因为习五点 所以才参加党内的初选 他跟蔡英文关系可是很好的 现在全部通通都是阿公的阴谋吗 还是这是怎么样 像是这个柯文哲翻版 你们不是一直在讲说 中国要我选总统这件事情 难道也是中国要你选总统吗 所以我们看看他讲说因为 这个参加初选 是因为习近平发表了习五点 造成了基层一片的恐慌 很多人劝劲之下 他感觉到国家的安危之 这个安危下才参选的 以前他是怎么讲 我们真的是也捞出了他之前的讲法 他说今天我没有出来选民进党 是一滩死水 他那个时空可不是这么讲的 现在全部都怪到对岸去了 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他那时候还讲说 请求这个总统蔡英文 你的网军停止对我的攻击 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现在想要改变 来洗掉大家的记忆吗 现在要告诉你说这又是一种抗中保台 我2019年出来也是为着抗中而来 那我们看看他的讲法 甚至还进一步 他还告诉大家 跟蔡英文关系可是非常好 我还邀请他到万里老家吃饭呢 他说我还不太方便讲 但是我曾经这样邀请过他 那这个总统也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来 而且蔡总统对我很信任 彼此私底下大家都还互相相处 其实都很不错 真的是这种关系吗 大家就是觉得 好吧 你要怎么样改人设 还是说改变你的这些讲法的话 这是他第一个转变 那第二个转变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台独金孙 这个词他也不认了 他说只有政治金童 没有台独金孙 大家都是番鼠仔 我是最小的 不可能是金孙 在台湾政治上只有政治金童 不可能有台独金孙 或是民主金孙或是什么金孙之类 所以以后难道大家要称他政治金童吗 就是很奇怪 而且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前一阵子大家记得吧 就是土豆这件事情 因为出现在教科书上面 全面的侧衣都出来出真 说这是统战的语言 怎么可以用土豆这个词呢 那其实他原本教科书上面 讲的就是说 土豆在台湾跟大陆的这个 等于说称呼的东西是不同的 大陆称的是马铃薯 台湾称的是花生 那他就说就是这个样子 土豆跟台独其实也是一样的啦 台独的两岸定义不同 他说土豆在大陆称的是马铃薯 在台湾是花生嘛 所以呢中国大陆跟台湾 在讲台独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讲不一样的东西 台独在台湾的社会的共识就是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有一个台独心解土豆说 就是台独就像土豆一样 就是开始在跟你扯土豆 然后来替自己解套嘛 那其实台独经孙本来就是之前 这样子的这个以前的报导 只要是挺赖的支持者 通常是年纪偏长 色彩鲜明而且多为老绿男 因此就是他们会称呼这个 赖清德是台独经孙 而且在2019年那个时空 他出来挑战蔡英文的时空 就是因为很多独派的大佬 也都站出来还登报 就说请蔡总统放弃连任退居二线 那时候他们都是挺赖清德 所以台独经孙就是这么来的 而且赖清德以前也是高举着 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字牌 现在他通通都不称台独 现在难道是土豆吗 就让大家觉得真的赖清德很会变 可是这样子的变来变去 是不是一种新潮流的风格呢 因为他这种善变难道是源自于新潮流吗 你看他现在讲到了新潮流 他讲民主大联盟六人退选 然后他讲说因为我的标准比民进党高 人家一听就讲说 现在是新潮流大于民进党 赖清德也大于民进党 现在恐怕要变成一个新潮流党了吗 那新潮流真的标准有这么高吗 以前大家都有印象 无乃人上酒吧 然后那个许志杰讲说 没有他可不是怎么样 不是你们想象中去酒吧那样子 虽然牵着辣妹 但是他们聊的是宇宙大爆炸 你们不要以为新潮流的标准很低 新潮流标准是很高 上酒店都在聊宇宙大爆炸 还有新潮流怎么样的一个特性 就像是陈菊一样 赖清德突然变成蔡英文好朋友有什么 陈菊也是赖清德的三百兄弟 然后那时候也说要支持他 结果后来支持了蔡英文不是吗 所以是不是新潮流就是这样子 会让人捉摸不定 我们不要说他善变 就是我们摸不透新潮流是怎么样 他们标准很高 那再来我们看 他之前也是这样子 突然就转头就支持了蔡英文连任 所以兄弟一场 但是最后相挺是谁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庄瑞雄就更妙啦 庄瑞雄以前可是泄系 后来蔡英文迟齐 转为英系 他现在最新的讲法是说 要追随新系的干市长 难道也要加入到新潮流了 难怪韩国瑜忍不住要 以前讲过这个新潮流是怎么样的一个新潮流 新潮流是真下流 看到好处啊 口水流啊 真是下流啊 抢国家的资源可以到这种程度 好 我们来问一下洪卫姐 我先讲一下赖清德的高标准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 最近我已经讲过 包含他的用人的标准 他很多的亲信 不管是涉滩啦 或者是接受性招待啊 或者是这个当小三 还很大声的在东呛西呛 那还有涉及论文抄袭的 这就是赖清德的标准 那刚刚讲到新潮流 我直接想到就是 因为提到吴乃仁 赖清德曾经为吴乃仁跟洪其昌 在台塘的弊案里面背书 当时他开记者会 当时赖清德是开记者会 他背书说 洪其昌跟吴乃仁绝对没有问题 他说不然的话 他说我要退出政坛 赖清德自己说 他要退出政坛 后来在这个整个的司法案件里面 那么洪其昌确实全身而退 但是吴乃仁是确定他有背信 还有诈欺 最后是入狱服刑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赖清德你当时帮这两个人背书 而且说他们两个有事的话 我赖清德就退出政坛 结果你有退出政坛吗 你现在还不是一直在继续写吗 所以赖清德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就是你的高标准吗 这个说实在你真的经不起检验 不要再讲高标准 听了真的只觉得非常恶心而已 好那回到他讲 他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 在四年前他挑战蔡英文 那你说这个关系是好吗 因为当时蔡英文才是第一任 你第一任就挑战人家 这叫做好关系吗 更不要说因为蔡英文在第一任的 行政院长是林全 第二任就是赖清德 后来赖清德下来之后 按捺不住立刻挑战蔡英文 现在掰出一个缩色 因为当时有所谓的习武点是不是 那我觉得那个柯文哲讲得很好 是习习大大让你去选的吗 是中国让你去选的吗 你到底在讲什么 当时你就是要去选 你既然要去选 然后当时你跟蔡英文 整个的关系非常恶劣 蔡英文的网军攻击你 这不是别人讲 是你自己讲的 你自己说蔡总统 请你的网军停止攻击 所以这不是我们讲的 不是国民党讲的 也不是其他名嘴讲的 就是你赖清德 自己承认 说蔡英文的网军有攻击你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为什么说他变来变去 他没有标准的 因为他是接受 郑知道了郑弘营的专访 郑弘营说 现在人家都把台独金孙的标签 贴给你 你接不接受 他说什么 我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什么 我不晓得你不能接受什么 因为你台独金孙 是已经在你的脑袋上 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你以前都欣然接受 现在要选举了 你发现这变成你的包袱了 你发现它会变成你的石头了 所以你说你不能接受 我不说你不能接受什么 巫师的台独工作者 不是你自己在讲的吗 那请问说 你说现在只有金孔 没有金孙 那我们现在改名给你叫做 这个叫做台独金孔吗 你觉得这样子比较爽吗 土豆金孔 对啊 你真的很无聊 你一定要让人家说 你是金童对不对 你不要当孙子 你要当金童 那说实在最重点就是 台独那两个字 我刚才说 就说这个人善变到这种地步 刚才不是讲说 当时在他跟蔡英文 在拼初选的时候 有很多的老台独 事实上他们是忠于自己的理念 然后完全地支持赖清德 那这些人 有些人已经过世了 这些人尸骨未寒 这里面讲到什么 彭敏敏 还有一个孤宽敏 孤宽敏是一个那种 他就终身的台独工作者 然后他当时呢 为了支持你赖清德 他们就是跟蔡英文翻脸 那你现在讲说 不是 我不是台独 那个 我不是台独金孙 这些人也尸骨未寒 我觉得你要切割 也切割得太多了 所以对赖清德来说 真的 第一个我要讲 你的所谓的高道德标准 根本经不起检验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你非常侥情 你跟蔡总统之间的恩恩怨怨 本来就是因为 你要提早挑战他 第三个 你才没有道德了 当时这些老台独 不管是怎么样 他们都是愿意支持你 但是你现在为了要选举 跟他们切割 说对不起啊 我不要当你们的金孙 我台独也都不要了 这是真的是把他过去 他长期人家去支持他的那个理念 他现在丢到九霄云外 为什么呢 这叫做现实呢 还是叫做投机取巧呢 好 霍文哥 在2019年的时候 因为赖清德的挑战 所以赖清德那时候被打成是 中共同路人 被蔡总统的网军修理得非常惨 为什么赖清德需要一个大转弯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跟绿色的媒体 也需要跟着转弯 所以昨天这个专访是一个 这个转弯的桥段 我看到赖清德到友台去接受专访 我是觉得不是很精彩 因为都是套路 我是建议赖清德到TVBS 接受赵超康的专访 会比较精彩 那侯友宜就到三里去接受 郑宏宜的专访 那才会好看 你自己人专访自己人 都是在套招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可看性 但是对赖清德的整个论述 我觉得要跟大家做说明 赖清德他提到台湾前途决议文 基本上也接受国民叫中华民国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国家 非常不尊敬的讲法 赖清德你身为副总统 真的非常的可耻 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什么东西 台湾前途决议文 接受国民叫中华民国 观众朋友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什么 它是一个民进党的内部文件 它是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的 民进党的内部文件 刚我们什么事 我们又不是民进党党员 对不对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其实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它标准就是民进党的遮羞布 这个就是民进党 还有蔡英文跟赖清德 一再回避的 他们每次的调调就是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统治过台湾 对 这个是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统治过台湾 可是中华民国统治过大陆 中华民国建国就在大陆 中华民国制限也在大陆 这是可以否认的吗 这是你要去篡改的吗 这个就是民进党 他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 中华民国到今天是112年 中华民国本来就统治过大陆 依照宪法我们的主权 大陆地区是我们的 那为什么会让这个高嘉宇 你在偷笑你会出事情 我跟你讲 真的不想跟你计较你在那边偷笑 偷笑什么 就是你们这种人 就是赖清德 蔡英文 跟高嘉宇这种人 那你们不喜欢中华民国 所以我呼应刚刚 我呼应刚刚王宏威讲的 就是说真正的独派 是应该像孤宽敏这种独派 而不是像蔡英文 赖清德 高嘉宇这种假独派 他们现在背负 只要能够赚这个 这个不叫误读 这个叫做你们就是在窃国 你们根本不认同中华民国 你们不爱中华民国 你们爱了中华民国 只有台膨金马 中华民国只有台膨金马 是吗 中华民国要修宪了吗 中华民国要放弃 对大陆的主权吗 那民进党你就坐 你坐看看 坐之前要先通知我 因为我要先跑 就是这些政客 还在那边偷笑 我不会上你的当 我也不要跟你生气 因为你选的只是立委 你当选落选不影响大局 但是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像赖清德这样的 像蔡英文这样的 是标准的在借壳上市 他是在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看清楚 到底是谁真正的 在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而不是像这些政客讲说 我们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那个是我们互不承认主权 我们互不否认治权 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 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不要讲爱国 所以这个宅宣伍的结论很简单 你觉得蔡英文跟赖清德爱国吗 我认为他们不爱国 他们爱的国家跟我不一样 那到底是蔡英文赖清德对 还是我对 我很笃定的告诉大家 百分之百我是对的 蔡英文赖清德是错的 好 所以现在赖清德是不是要洗掉 当时大家看到他要参加初选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 我觉得最有感的恐怕是家瑜 我可不可以再画一个重点 刚才高家瑜又重申 她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她刚才自己有讲的 对 所以我们放了一张家瑜 当初跟赖清德 那时候要参加初选 这场雨是白领了吗 他已经把过去的记忆都要洗掉 他不是要出来挑战蔡英文 他跟蔡英文可是好朋友 那你以前为他背了那么多件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其实2019年那时候的那一场初选 对于民进党是至关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候 因为寒流的关系 其实党内确实也弥漫着一股这种 大家认为说寒流的逆袭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觉得当时赖清德 他出来参加初选 等于就是一个碾鱼效应 一个良性的初选的机制 让民进党在这一次的初选里面 小英总统反而脱胎换骨 整个选战的风格跟整个士气 全部都起来了 所以不得不说那一次的初选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初选 更是一个民主的典范 所以之后小英总统 他在参选总统的时候 邀请赖清德担任副手 这个就是一个不正致命的事实 也就是说两个之间合作无间 而且让民进党更加团结 所以反观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民主典范的 一个初选机制 才导致一个征召搞到四分五裂 没有人相信这个征召 没有人相信侯友宜 没有人相信朱立伦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郭台铭等等 又出来有可能参选 这些问题不就是因为 没有一个初选导致的 所以现在国民党的践缝插针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 国民党现在的问题 才是一个缺少初选 所导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你说赖清德 这个所谓台独工作者等等这些 我想所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民众 都能够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那这样子到底什么叫做台独呢 如果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对岸的眼里也是台独啊 没有分任何的台独华独什么 在中国的眼里都是独 所以这样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刚刚辉文哥讲的宪法 确实我们宪法从当初制定在中国 甚至还有台湾代表等等 可是整个制定的过程 大家知道台湾代表是没有亲自参与 他们只是随便找一个人说是台湾代表 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大家也知道那个宪法已经不合时宜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修宪 因为我们只要修宪 动到了国家领土 甚至名字的时候 就会被对岸视为是法理台独 所以这整个过程导致于今天 我们必须接受台湾的现状 这也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的主张 怎么样叫做爱台湾 我们的爱台湾就是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认为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这块土地上 两千三百万两千四百万的人民 可以决定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爱台湾 那我觉得如果国民党还要把统一中国 视为是他们的目标 认为未来是要统一等等 那也是国民党的理想跟目标 我们也不会去排斥 我们也没有去攻击 但是国民党请大声说出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